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來說的故事是 哨兵行動 聽劇名會以為這是戰爭片 但其實這是一個姐妹情深的故事 女主角原本在特種部隊裡當翻譯官 這個意思就是說 特種部隊 武功很強 等於女主角的武功很強 然後他就被炸爛了 在一場戰鬥中 他們有士兵沒注意到有顆人肉製爆彈 所以現場一堆人被炸殘 女主角雖然沒外傷 但內心也被炸的產生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就是他很容易會緊張 會害怕周圍可能又有東西要爆炸 這狀況讓他很難再上戰場 而且要長期來看心理醫生做治療 而他一生學的都是作戰 現在不能上戰場的話 他再來要幹嘛呢 所以他的長官就幫他轉調回城裡 參加哨兵行動 這個行動其實就是海岸巡防隊 每天會在海岸線巡邏 看看有沒有恐怖分子偷渡過來 混在人群中 但大部分時間 巡防隊都在照顧觀光客就是了 然後女主角的家剛好也在這城裡 他下班後走回家就行了 等於算是一個朝九晚五 錢多事少離家境的穩定工作 這讓女主角的妹妹哭哭 還有女主角的馬的非常開心 他們平常很少有機會 見到都在當兵的女主角 現在一家三口總算可以長聚了 而哭哭看姐姐 常常做噩夢夢到又被炸 然後嚇醒 覺得很心疼 就想幫助他看 怎麼忘掉被炸的恐懼 所以隔天哭哭就提議 一起盛裝打扮 來夜店玩耍放鬆 女主角也想說很久沒來了 去玩玩也好 他打扮起來也相當漂亮 他也馬上在夜店 跟另一個女孩子 小百合談起了百合之戀 哭哭則是熟悶熟路的跟其他男生去玩了 還擺了一個手勢 跟姐姐說各玩各的玩點電話聯絡 歹 女主角見了 立刻轉移戰場 跟小百合去旅館探討三國歷史 研究長槍兵的運行模式 很快天就亮了 做學術研究 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嘛 女主角起床後 電話聯絡了妹妹 發現無人回應 她也沒多想 就出門上班到城裡巡邏 就這樣一直巡到晚上 她才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激動的趕來醫院 原來是醫生打來通知說 哭哭昨晚 被人打到腦水腫後 性侵狀況很慘 現在還昏迷不醒 接著當地的警長女也帶人來查案 告知說早上有人在沙灘邊 發現醫生不整昏迷的哭哭 才報警將她送來治療 但目前還在查兇手是誰 隔天女主角決定自行展開調查 她不幸任警方可以破案 她趁著同事開車巡邏時 故意繞到昨晚那間夜店 然後跟店裡的老闆說 老子懷疑你們這裡 昨晚混進了恐怖分子 所以麻煩打開監視器 離開的男人是誰 夜店老闆聽了 回答說那人是富二代男 這裡的常客 但是你說什麼你妹那是什麼 你是來查恐怖分子的嗎 你是誰 女主角聽了沒多講話 反正她已經得到她要的答案了 所以轉身就跟同事離開 接著下班後 她約警長女來酒吧聊聊 說她有情報 得知可能是富二代男侵犯她妹 但警長女表示 這些我們都查到了 麻煩的是富二代男的老爸 是大使館的人非本國人 而且他們家錢多背景印 所以我們若想徵訊富二代男 非常不容易啊 得提出申請 等大使館同意才行 簡單來說 此案不了了之的機率非常高 先這樣掰 她證實警方真的幫不上忙後 女主角就決定來夜店埋伏 想等富二代男來玩時 將他押進廁所 問他到底是在搞屁 為什麼要清犯哭哭 敢做敢當 快點認罪 不然要你命 欸 不過富二代男的兩個保鏢 發現狀況 趕來救人 雙方一番激戰後 基於普通人不可能 打贏特種部隊的邏輯 所以保鏢戰敗 後來是夜店老闆 發現狀況 才帶更多人 來把所有鬧事者都趕走 深夜女主角一個人 坐在妹妹的病床前 越想越氣 覺得妹妹憑什麼 受這個委屈 這個公道 一定要幫他討回來 隔天假日 女主角一早 趁人不注意 跑到哨兵行動的據點 在軍械庫裡 偷了一把手槍 然後轉身 就跑來大使館 戒內富二代男的家 他打算直接把富二代男 抓出來問話 可是他大意了 馬上被屋裡的保鏢打昏 等他在醒來時 是保鏢正在用水淹他 淹得快死時 才把他抓起來 接著入演的是 富二代男的老爸 大魔王 他問女主角到底是來幹嘛的 並在了解狀況後 解釋說 我兒子真的不可能侵犯你妹啊 因為他喜歡的是男人 但我喜歡女人唷 那天你妹跟我兒子來我家玩 他還在那裸泳 看得我雞雞雞雞雞的 所以我就把他抓來上 他不給上我就揍他 反正你又能耐我和 我現在就讓保鏢 送你去西天取金掰 欸不過保鏢是打不過特種部隊的 剛剛講過了 所以女主角再次打倒 所有保鏢轉身逃走 然後回醫院 探望他妹剛剛醫生來電說哭哭醒了 然後哭哭難過的說 我不想追究這件事了 你想想看如果我去打官司 只會有更多人知道我被親 外面的人也只會說 啊那個女生自己愛玩才被親的馬活該 啊那個人不就是女兒沒教好 讓女兒穿的花枝招展 才在外面被親的嗎 啊那個人的妹妹 不就是行為不檢點導致被親嗎 與其這樣 那還不如讓事情默默過去 還比較簡單 女主角聽了 覺得妹妹說的有道理 就陷入沉思 去休息室喝水 卻看到電視新聞在爆說 大魔王準備帶兒子回去自己的國家 擺明要脫罪逃離 所以他決定回病房跟妹妹再討論一下 要不要控告大魔王 卻沒想到他妹剛好血管酸塞 醫生正在搶救 他冷靜一想 馬上想到剛剛有個擦肩而過 明顯不是護士的護士 估計那人是大魔王派來殺哭哭滅口的殺手 所以他轉身追上去 在地下室追到對方 雙方打了起來 一番打到後 他成功制服對方 接著他打算以牙還牙 他拿著剛剛偷來的手槍 直接回到哨兵行動據點 闖入軍械庫以槍逼這邊的守衛 給他更多軍火 然後他開車載著軍火 換上軍裝闖入大使館領地 在一邊奪守衛 一邊混進富二代男家 在殺光大魔王的保鏢 很快他就找到大魔王 然後一腳將他從二樓踹下一樓 女主角原本擔心這個壞人會沒摔死 所以走下來打算再捕一槍 卻沒想到富二代男這時 拿刀衝出來想救老爸捅了他一下 可惜的是刀只是捅不死特種部隊的 炸彈都炸不死了 更何況是刀 所以女主角輕鬆反擊 避了這個小兔宰子 此時軍方跟警方 因為知道他搶了軍火 已經通緝他也追了過來 他只好先一步逃走 他是特種部隊的馬 從大量武裝軍警人員眼皮下逃走 是很輕鬆的啊 後來大魔王還真的沒摔死 康復全域逃到海外 在度假飯店過得很爽 所以女主角就追過來 衛裝成飯店服務員 假借送餐 混進大魔王房間 再拿小叉叉叉死他 那替妹妹抱完仇后 女主角就過上一輩子逃亡之旅 她偶爾會回家鄉 在遠方偷看妹妹 現在過得好不好 故事就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我想這故事 可能是特種部隊的招生廣告 之類的吧 咳咳